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我现在必须看起来要两小时才能到 你以为容易啊 来坐枪枪 所以我们的很多活动你就参加不上 我问徐老师温布丽足球场都看了英超了 不是就是英国队 你见过英国队跟阿联酋 我们都看了 那场球赛多烂吗 你们看了 3比1啊 3比1啊 就很沉闷嘛 阿联酋根本不是对手吗 这种比赛有什么好看 差点把英国都打败了还踢平了 没错没错 怎么会我在电视上看 我觉得哎呦 这很沉闷嘛 我在看觉得这现场完全不一样 那家伙 你可阿联酋 当然你们现场是英国主场嘛 对不对 这绝对的 我给你说阿联酋一进一个球 比分一变成1比1 呱呱呱 保安就全出来了 全面对着观众 最好笑 最好笑 就是我们先看了一场拉圭的什么比赛 我们以为只有一场要走了 被他警察拦住说 哎你们下面不看了吗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 然后我们为什么看 然后我们为什么看呢 就看到英国女族的那些姑娘们全进来看了 文涛说文涛也说 那我们也看嘛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说我跟你说 傻 很多那个 你的镜头我就没法捕捉 但我捕捉了一些徐老师的镜头 你可以看看徐老师这两天的一些活动 我们来看看徐老师的这个照片 都我给他 这不是我给他 这是 温哥立足球场 这家伙足球迷的顺电 球场后面软电子 哎呦 这沙发呀 说是 你鸟床舒服多了 对 足球世界的心脏 咱们坐那了 犯心当病了 来 你看 徐老师刚才是玩手机 徐老师我跟你说 奥委会已经通知了 少刷手机 少发微博 为什么 因为那个自行车比赛的那个选手啊 靠着GPS定位找人 现在伦敦呢 经常找不着那个选手 就是因为像徐老师这样刷屏的那个 微博太多了 谁在中间被人绑架了 都不晓得 你再看下边 哎 徐老师昨天在雨中 在国家华拉当场 这不是那天我们原来说要约会拍吗 对对对 尴尬狼狈相 然后你看 这是我们昨天 晚上下一张 昨天晚上 徐老师看的夜诗文吧 对对对 十六岁的这个 很高兴 再多一枚金牌 再多一枚金牌 幸福了 替孙杨担心啊 虽然帮中国对破纪录的拿到了一个 接力的第三名 油摊掉了 上来以后就说 他过两天 他一千五百米的 这很重要的一个金牌 等着孙杨啊 所以我觉得 当然这个也很重要 因为中国从来没有拿过 集体项目的游泳金牌 不是金牌 所以这次拿到一个第三名 他是硬追上来的 而且我觉得这回啊 我听说是孙杨 就行内人 有人在场馆里面看到他们 就说 孙杨跟叶诗文啊 是一到了伦敦现场 进了游泳馆 大家看到 其实很多同行都注意到 他俩是不对劲的 所以不对劲不是他们 因为西方也说什么吃禁药 而是他那个状态啊 正好调整到巅峰 就你知道运动员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状态 你是个曲线嘛 就你太早不行 太晚也不行 你要刚好的 一到就发生 这两人就有团火 你就知道他到了巅峰了 所以呢 我觉得那天呢 我也担心 孙杨可能就那一场啊 一下子就耗得很累 他那个团体这么累 我们比赛四天啊 我已经现在心目中 有四个人物了 一 中国速度 叶诗文 令人不安 就是美国人说 这个速度令人不安 这不就中国现在国家速度吗 这不就中国现在国家速度吗 所以他们令人不安吗 第二中国声音雷声 一百多年来 这个花剑冠军 第三周骏 中国问题 这个意识激起千层浪 现在还有这个羽毛球 第四中国形象 所以啊 哎 这总结的 还不错 我跟你再加个一个 那个什么第五啊 这个中国耻辱啊 今天宣布出来了 羽毛球这一对 给取消资格了 我觉得这真叫人算 不如天算的 这个东西 你算对了行啊 你这就看出来 你算错了 你可以取消资格了 国内现在舆论两面倒 一面呢 很多舆论都说 这个违反体育精神啊 对国家这样不利啊 什么什么 但白岩松又在那里撑 这个代表另外一种观点 就是说是 说是人家针对中国啊 说应该他们改规则 是他们规则不好啊 不能怪运动员啊 等等 网上的民意调查也是旗鼓相当 我们有照片 看看网上的这个民意调查啊 这个网上民意调查 你看啊 这个图就说明了 他们这个上上一半 半截图就说明 你要是立 打了第一名 对吧 半决赛 中国队中国队就掐起来了 但是按照他们现在的一个布局啊 如果输了的 就是谁也是输了吗 就可以造成这个美好的局面 就是 但是你再看下边 就有这个 凤凰网的调查了 百分之四十几的人 还是认为 就说有违体育精神了 对吧 但是呢 也有相当比例的观众啊 认为就是 让球是 或者说故意这么输啊 是合理利用这个规则 而且上面还有一部分说 个人应该服从国家利益 所以这个加起来也是百分之三十几了 我觉得是这样 这种事啊 其实如果你看惯很多职业球赛 像足球 篮球 这种情况是很常见 坦白讲 就我们看惯足球的人都知道 那种打那种杯赛的时候 那种怎么样故意的放水 尤其像世界杯 甚至欧洲杯这种 这种赛 以前出好几回 什么王者之师 西班牙什么 都干过这些事 就是不想这个让太强的对手 在后面碰到 所以这时候呢 就放人 放比较弱的对手 一码或怎么样 这种事常常有的 可是问题是呢 奥运不太一样 我觉得 因为奥运是所有的 世界的这么多种的体育赛事之中 最强调一个纯净的奥运精神的 一种比赛 体育精神的比赛 它不是一个职业赛 虽然它有职业选手 但它标榜不是职业赛 终其是业余的 对 就是要叫我的比较俗气的看法 我认为就是没演好 就是你演一演嘛 你就输了 但我跟你讲 这个它好看 能把观众给对付住 但我觉得这个事情 越出了这个比赛的意义 现在这个讨论就牵涉到后面 大家价值观不一样 到底是国家利益重 还是普世价值重 这个问题啊 咱们就它有一定的专业性 咱们请这个我台这个体育 特效体育评论员 偏正中老师 他来说说 这个羽毛球这个 他怎么看 偏老师 你好 你给我们评论评论 对 刚才听了几位的讲 我觉得真有道理 几位都可以当体育评论员 因为什么呢 各说各的比议 而且哪个里头站得住 因为这个本身呢 他就没有一个百分之百的对 和百分之百的错 但是我特别同意这个观点 奥运会 它不是职业比赛 不能有虚假 因为奥运精神 大家都知道 有人会讲了 为什么的足球比赛 我可以让球啊 其实让球 他也抓你 问题他抓不抓得住 其实呢 中国羽毛球队 我非常同意 刚才那个观点 我认为呢 是引火烧身了 就是说 投机不成 倒是一把米 因为呢 这样一失 我们最少失去一块奖牌 搞不好的话 连金牌都保不住 其实中国羽毛球队 其实中国羽毛球队这些年来 这个计量玩的太多太多了 比如说林丹在去年到今年不断的让球 干嘛 就是让陈金上来把盖德挤掉 这样我们的丹达就能有金银牌了 那么另外呢 包括羽毛球 甚至于乒乓球 大家记得 庄泽栋和李富荣 叫了三届的士兵赛的劲 第一届 庄泽栋真拿了 第二届 第三届 那是李富荣 可能让给他了 因为庄泽栋在那个时候 他不一定能打得过李富荣 还有 大家想一想 陈中和 因为带着女排打比赛 打了假球 让球了 回来这份批评 说到最早了 我们中国的乒乓球羽毛球 让球 让出国外去了 想当初七十年代 上个世纪 我们乒乓球让朝鲜 拿了一块女子乒乓球的冠军 了得呀 奔驰车呀 我们成就了别人 但是那些被让球的队员们 他的心态是如何呢 所以我说 我们的运动员 包括今天被取消比赛资格的 这一对女双选手冤枉啊 因为他们也是那种金牌至上 李永波为代表的牺牲者呀 哎呦 骗老师语度心肠 好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给九日古房 配桃花春雪 采用鸡皮之水 日温九季 年份暖江 与景更久 2012中华小姐环球大赛指定橄榄油 地中海欧力威蓝特级出榨橄榄油 光阴任然 从戴上华冠的那一刻起 我已经不知不觉走过了十年 从泛黄主播到金融投资 今天的我已经从当年那个稚嫩的女孩 变身为一个不断挑战自我的职场女性 一个体贴的棋子和一个温婉的母亲 我的丰盛人声从此被点亮 大理特约之2012中华小姐环球大赛 徐老师你刚才讲了 就是说现在对这个中国羽毛球队 这个这个故意输球导致被取消资格 说国内的争论截然两端意见 我觉得我取中 什么怎么讲啊 中国人有句话叫中庸之道 老以为中庸之道是一个中间意见 我不这么理解 我的理解可能有错 我觉得人生就是搞平衡 很多东西存在很多个标准 你都要顾及到很多个战略 但是玩的好的就是找好了这个平衡 比如说我就说这几天我们俩到现场看比赛 你知道吗 我看比赛我就有个体会 你不可以不尊重观众 观众也能翻了你的船 当然 为什么呢 你看在英国这里尤其体现出 他这个体育场的比赛本身是一个娱乐的兽 那么你要达到最佳的娱乐效果 正路子就是奥运会的宗旨 就是说你要全力争取赢得一场比赛 因为这首先有个观众意义在这 他你比如说甚至他到哪 一一进了球啊 旁边这几个小姑娘 你往这屁股卡卡卡就干嘛 然后呢 那个大屏幕上就 甚至还娱乐观众呢 放着这个鼓啊 动画画出一个鼓 然后镜头拍到哪个观众 每个人一看拍到自己了 就做这打鼓的手势 你知道人家去看是一个娱乐 那么你就像表演 所以呢 这个利益 你要不尊重这个羽毛球 这个很大程度是观众给闹的 观众现场不干了 你奥委会 你怎么能不同民意呢 你不得你 你也有所反应 从这个层面讲 是他表演的不够好 对 那么另一方面来讲 规则就是拿来利用的 对于取胜之道来说 对吧 当然有所谋偏布局 有所回避这个回避这个也要 但是你看 这个里边 包括体育精神要不要呢 其实人也没有那么纯洁 体育精神 每个人也有良知 但是 我想说 我不太同意这个讲法 为什么呢 因为你刚刚讲观众那点 首先要注意 观众并不是 只是来娱乐 体育对我来讲 甚至包括体育观众在内 我们要的是比娱乐更多的东西 什么意思呢 我们常常讲说 奥运或者这种世界比赛 是每个国家展现 国家实力 民族精神 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都瞎白 这个跟民族主义 有时候真的是没什么关系 跟爱国主义 国家利益也没什么关系 真到了体育场上的时候 你会发现在爱国爱疯掉的人 他有一刹那 他会超出这个东西的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比如说看伯尔特 在北京奥运 成为最受中国人欢迎的英雄之一 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在田径场上 那个中国人根本没办法跟他拼 但他代表人类的某种极限 但是就当你看到他做到那个事 那就是奥运精神 就是我们看到了 奥运是什么 奥运是让我们来看看 我们人类这种种族 到底可以有多快 有多高 有多强 有多漂亮 然后他让我们看到 人可以这样 不管你什么种族 包括尼斯伯尔特到新国 我们那天开幕式看到 全场欢呼 为什么 那跟种族国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是人类了 所以你观众在现场要看你羽毛球赛的时候 要看到好球赛 就等于我们看足球 我们为什么有时候讨厌功利足球 就是我们不是只要赢 我们要比娱乐更多 我们是要知道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动物 人动到什么样的成果 就是因为这种规则高于利益的这种情况 在现实当中我们做不到 所以奥林匹克才代表了我们人类的一个梦 在政治在军事上 这是完全合理的 你用战术 你用一切手段 你能够赢 但是就是因为人类 我们日常生活 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这样的当中 奥林匹克才成为我们人类的一个梦 那比如说 你像咱这足球世界杯也有啊 我打了你2比0了 最后时间快到了 我就在这给你拖时间了 甚至导致裁判 又说你不能这样 但是他还是这样拖时间 那观众 他观众就骂了 观众马上就失了 有这样的现象 不代表这样的现象就对 没错 而目前羽毛球的这个情况是做得太过分了 过分了吗 而且 所以我说是个度吗 他们不说是这一场 他们现在说是中国羽毛球20多场比赛都这样 这个我可以有很多 而且我想补充一点啊 我觉得有一个观点大家可能忽略了 就是中国羽毛球队这个做法 害的不是羽毛球队 害的中国 你知道为什么 你比如说最近这几天我们在伦敦 看到有那么多外国传媒质疑中国的声音 都是来自什么呢 说你们是不是吃药啊 然后要是说不吃药 就是你们运动员是不是都机器人啊 说你们是不是国家为了金牌不顾一切啊 你看他怀疑我们吃药的理由呢 其实当然是他们有不良用心啊 但是有一个理由就是他们总觉得中国这个国家在体育上 就是不惜一切就是要拿金牌 你是军团吗 你是个军团吗 那么你建在羽毛球这个做法 其实是从另一个侧面去证明了给人家看 你看我们中国体育就是为了要讲牌什么都可以 所以这个东西会害了我们全部的 所以我们刚才在另一个节目里我就说嘛 我说这个举国体制啊 我这个讲个不准确的话呀 他有点战争体制的意思 就是说一个体育游戏啊 他有点这个国家动员 但是你当你变成这么一种战争体制的时候 你想到没有 他拿金牌 就是最重要 你当官的你怎么评价你的政绩呢 但你把这么个全国资源集中到一起 你最后干什么 你说享受体育 那享受体育 我非常理解你的说法 我甚至有时候也觉得战争是为了什么 战争表面上是为了一个冲突 一个挑衅或者一小个岛 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全部民众的期望 为了国民的士气 在这个立场上 中国在奥运要争取的东西 他也的确达到了某种战争动员的目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是这样来理解 虽然我完全同意你刚才讲的 奥林匹克的精神 这是一个普世价值观 但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呢 也有他自己的运行的道理 对 可是我要反过来讲 我觉得中国人已经不一样了 我觉得你比如说像周俊的事 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时候 可以这样 对 我觉得中国人到了今天 我觉得很可喜的一个现象 是包括周俊那个事出来 或者包括那天武警标是吧 在向大家道歉 对对 你有没有注意到 我发现很多网络的 你看到 就大家已经到了一个时候 就觉得哎呀 这个金牌 就我们真有那么在乎吗 就我们已经到了一个 可以不再需要利用金牌 来证明中国人到底有多年 其实现在相当多的这个网友啊 已经开始提醒了 我们成熟了 咱感觉现在啊 好像是国家比人民还重视金牌来的 金牌是 他们有实际利益 金牌是GDP 但是现在的全民共识是 中国的发展 不仅仅靠GDP 没错 所以你看 这个小问题实际关联到整个 甚至是中国经济 是吧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东鹏瓷砖截去黄牌大放送 721暴雨过后 人们开始反思繁华北京的地下排水系统建设 北京是否患上了重地上 清地下的城市病 武朝古都大踏步向前 将什么抛在了身后 它的蜕变之路有着怎样的来龙去脉 城脉 北京古城变迁启事路 新十六 凤凰卫视中央台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一路领先 一赫兹好变频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它是天气 在我的心 它是天气 它是天气 为你聚焦 世界阴影璀璨 新一代宣誉 要事登场 东风日禅 其实我还没看着 我很想去看一看 许老师刚才说 你这网上这段视频呢 就说 俩对选手能说 比不比赢比输 这个一亿多的 一亿七千万点 多好看的 你要拿金牌 哪有那么多人 就是说我想输 但是我比你还想输 这俩能打成什么样 对 我讲这几天 本来大家还在笑话韩国呢 因为韩国既然跟我一起玩 它是韩国 别忘了 它也是一样 韩国又山树又哭又什么的 所以这回呢 我觉得很丢人的是 亚洲这两大体育国家 就韩国也不弱的 其实很多笑话 就我们一起陪着丢人了 跑到伦敦来丢人 我觉得很丢人 所以现在值得检讨的 我觉得基本上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就是说 我们的战术错了 但战略是对的 另外一种的看法就是 战术战略都错了 就在这样的比赛上 不应该用战略 这个战略也错了 我觉得都是都错 因为 我就讲 这没有大局观嘛 你到最后 你在破坏整个 中国体育的形象嘛 这个东西 当然也不是他们的本意 我现在发现这几个运动员也真是值得同情 我觉得是完全跟运动员没关系的 我觉得我要强调 我跟你说 我觉得这不是运动员 所以为什么说 主要是 主要是他这个羽毛球这个不是一回两回了 这是他长期 当年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叶昭影 让球最后得了个铜牌 然后呢 这个这个 我跟你讲学会 我那天看着一个你们上海游泳队的 2001年的解放日报的报道 参加的是国内的酒运会 我看了 我觉得写的很有意思 你知道吗 就是说 手揣6.5枚金牌和一大把银铜牌 上海游泳队今天从阳城凯旋 但是奖牌背后 还有许多显为人知的感人故事 比如说一个感人故事是什么 你听这心思用的 说欧阳坤鹏是上海游泳队夺金的重要队员 100米蝶泳是他擅长的项目 因为肩相比较多 赛前他又感冒发烧 为了保存体力 教练要求他在半决赛中有所保留 出现就行了 谁料想欧阳坤鹏 欧阳坤鹏 就把保留的过了头 最后只获得第九名 被屏出 就没进入决赛 但是另一名20岁的上海小将 唐文俊却在去半决赛中名列第二 那么为了集中优势兵力冲金 代表队领导和游泳队的教练 权衡再三决定让小将 唐文俊主动弃权 因为你弃权 我们欧阳坤鹏就能顺严谨进入决赛 最后拿到了金牌 然后写了一篇宣传稿 就说在金牌的背后 不要忘了无名英雄 这是被表扬的 表扬的 这个起源于徐银生写的一本书 叫《为革命而打乒乓琴》 1964年 就他把李富荣、庄泽东、张谢霖他们的故事 还从政治上 那个时候配合的是全军 就学雷锋、林彪奖、全党、学政治 就那个一个风气下形成 这是一个传统 但这个传统到现在 就像你刚才说的 是应该有些变化的 而且那个时候呢 我觉得其实搞这种让塞 从来也是像片老师讲 是中国传统企业了 但是当年呢 那叫做为革命牺牲 或者为了革命友谊牺牲都行 输给朝鲜也行 但当时是有政治目的在前面 我们这么搞 现在奇怪的是政治目的不见了 那就剩下的就是奖牌 现在这个没有什么崇高的东西 但是问题是 现在这个所谓崇高目的 在我看来其实并不是那么政治 你比如说得奖牌不得奖牌这个东西 我觉得大部分今天中国人 已经开始没那么注意 注意的是某些主管体育的官员 地方他们的利益 因为你有奖牌没奖牌 奖牌数字多或少 很决定他那背后 车子啊房子啊奖金啊什么这一大堆啊 或者也可以这样说 这个奖牌的数量 毫不得奖牌 一定要